欢迎快评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大众传播系助理教授孙天美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课题是 澳洲金元印尼和东协 对中国正式展开了抵抗吗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上个月当选总理后 首访进行双边会谈的国家就是印尼 这项外交举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地缘政治上 印尼被视为澳洲最重要的邻国 还有战略联盟国家 但两国之间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矛盾和纠葛 印尼有超过2亿人口 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但土地面积却远比澳洲小很多 而且澳洲人口 也只有区区的2600万而已 澳洲心中是有隐忧的 澳洲是担心印尼或许哪一天际遇他的土地 在军事科技强大后会募倾澳洲 那除此之外 澳洲和印尼无论在人种或者文化上 都有极大的差异 在宗教文化上 印尼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数将近九成 可是澳洲的基督徒却占六成以上 至于人种 印尼人多为南岛与系足一 可是澳洲白人却占了七成以上 古往近来因为土地资源 人口和宗教的差异 常常是一个国家入侵其他国家的理由 所以澳洲对印尼的提防 我们不能说它是过滤了 所以从二战印尼独立以来 这两个国家常常有很多状况 比如有时候会反目成仇 有时候会争议不断 有时候关系又非常好 以反目成仇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冷战期间 关于新西级内亚的归属权 印尼还有马来西亚对视 90年代东帝文独立事件上 印尼跟澳洲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那么近来还有澳洲 窃听应该说澳洲涉嫌窃听 印尼前总统苏希洛总统和他的妻子 还有高层的电话 另外还有印尼斩首了澳洲毒贩等等的客厅 至于两国的交好程度呢 则有90年代两国签订了 澳印共同安全合作协定 然后2002年澳洲的88名游客 在巴黎岛因为恐攻死亡后 两国曾经合作展开反恐 2006年呢 两国又签订了被视为是 共同安全合作协定升级版的龙木条约 当然最近的2019年 还有一个印尼澳洲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生效等等 这回艾班尼斯访问印尼三天 并承诺投资印尼二亿澳元 还承诺支持东协国家价值4.7亿澳元的配套 作为澳洲加强印太安全联系的方式 这个举措究竟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说是明着来看 澳洲是对印尼友好又要升级了 可是呢 他同时间却按理来 在地方着中国也还有印尼和东协国家 作为十年来 首位劳工党总理的艾班尼斯 虽然一直在说他有意透过经济资源 与印尼和其他东西国家家常关系 但他与印尼总统佐科威碰面时 并没有提到东协最担心的澳美英联盟AUKUS 而在这个联盟的协议底下呢 澳洲将取得核动潜停技术并首次建造 AUKUS的成立不遍被认为是在对抗中国 但佐科威当时就马上在东协的视讯会议中 表明他担心AUKUS的成立会形成区域 竞备竞赛 其他东协国家领袖就担心南中国海 之后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继而影响区域安全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东协最担心这个课题 爱巴女士却不提计 只想对印尼和东协砸钱 可见得澳洲的做法就是他们想连东协 却又想抗中 不过呢 东协国家在中国放弃冷战时宣传共产意识之后 敢以一带一路投资政策的方式 促进和东协国家的关系 那东协国家包括印尼在这个政策之下 其实他们受费非常的多 东协国家随着澳洲的做法 他们将在重蹈那种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局势 就是如今在夹在澳洲和中国之间 不过呢 这个对于向来采取对冲政策 对待中国和美国的东协国家 是一种再习惯不过的状态 只是呢 澳洲以这种没有直接的说明方式 但是给人家强烈的一种 加入对抗中国的行列之后 江湖致死将更加不平静 以上是我的分析 谢谢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小铃铛